無量的輪迴裡面 經受著無量輪迴生死的這樣的罪孽 我們的心肯定是渾濁的 這個渾濁直接表達就是生滅的 情質的 不了解那種生命真相的 但是就這樣的罪酌的眾生 文姓阿彌陀佛的那個名號 這個名號給他蓋出一個行動詞 就是無聲 這個名號是無聲的 是實相的 這個名號是親近的 而且這個無聲親近是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就叫至極 阿彌陀佛的萬德鴻明是至極無聲親近的寶珠 他投到了我們夜地凡夫著染的心 好 那麼我們就用著染的心念這句 至極親近的寶珠的名號 念念之中 這個名號就能使我們的罪滅除心親近 罪滅心情記得往生 好 用這個來比喻 好 再加上第二個進一步比喻 這個有個魔尼珠 它的色可能是無色 如果你用不同的顏色的這個絲綢 來把它包裹 你再把它投到水裡 如果你用玄黃的布 來裹它 投到水裡 水就是玄黃的 如果你是青顏色的布來裹它 這個水就是青顏色 就是跟你裹在這個寶珠上面的布的顏色一樣 那用這個比喻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至極親近的岔土 有阿彌陀佛無上寶珠 這個以他無量節極功累得的功德成就的那個博 那個布來裹 裹的時候就投到了往生者的心水裡面 那往生者的浑濁的那個水 就會隨著這個寶珠的那種顏色 而顯現同樣的顏色 同樣的顏色 那我們浑濁的心水裡面 我們都是生滅劍嗎 輪迴劍嗎 其實為什麼我們對奇境的佛法那麼難以理解 那麼難以產生信心 就是我們是一個生滅的心 生滅的心去理解不生滅的佛法 它是很難的事情 那這裡很這樣的一個性結很難的話 阿彌陀佛就要幫忙 他用他彌陀名號的這樣的無量功德的博來裹 這個名號是無聲的 他就能轉我們的生滅劍成為無聲的智慧 他會轉化我們 為什麼我們總是說在信願成名的心中 在信願心中 智上這句萬德名號就能轉凡夫之見為佛之見 就是這個名號的巨大的轉化的力量 再進一步比較就在一個很厚的冰上你燃上火 那你的火是很猛的話 那這個冰就會化解 冰完全化的這個火也就滅了 用這個來比方 就是那個下天下身的人 雖然他的業障很重 智慧不夠 不能了知這種法心無聲的真相 但是在事實上他就是老實念佛 由這個名號的功德力加持 讓他在意念上就是求往生 做往生意 做往生意 雖然他在理上不明白 但實際上他在念佛的時候就暗和道廟巧入無聲了 你不管了解不了解 你信願成名就能感同佛力 往生是靠感同佛力往生的 那你如果你的對第一一對的認知水平很清醒 你也可以往生 但是只是你往生的品位比較高 上品終身要解地易地 到了中下品就沒有提這個要求 他就在事項上具足信願 願往生 那這裡就是通過事項上信願念佛往生 感同佛力代言往生 到了極樂世界之後就好辦了 因為極樂世界它是無聲的法界嘛 你到了無聲的法界 你這個念的凡夫 這個生滅劍的火 到了極樂世界無聲的法界自然就滅了嘛 到了那裡得佛力價值連我的觀念都沒有 我所的概念都沒有 他心裡很清淨 所以我們真正要開發這種無相無念的般若智慧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真是一個最快捷的這樣的一個捷徑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想開發般若智慧 實在是太難了 般若是經典 不斷告訴我般若智慧怎麼開發 無助 不助一切法就助在般若上 能夠試問我們念念都要助 你有助我們般若智慧就現現不了 那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它就是一個般若的無聲的無助的這種法界 你自然受那樣的淨土的內在特性的這種加持力 那我們的生滅劍 輪迴的劍 就會轉化成無聲無念無助的智慧 這是前面介紹的是氣體 就是一報莊嚴 現在第二部分講觀形體相 就講第二個眾生體 眾生體其中分為兩方面 第一是觀佛的功德莊嚴 第二是觀極樂世界菩薩的功德莊嚴 而觀佛的功德莊嚴有八種 這裡都表達了 我們就不一一地去談了 第一種是莊嚴做功的成就 既言無量大寶王 微妙進花台固 阿彌陀佛的作功德在觀經裡面的花作觀有詳細的介紹 第二是深夜功德莊嚴 相好光一循 四相超群身 這在觀經裡面也有介紹 第三是莊嚴口夜功德成就 既言如來微妙深 凡響文實方故 前面我們也做了介紹 前面我們也做了介紹 第四就是莊嚴心夜功的成就 既言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故 這個無分別就是無分別心 就是平等心了 好 這裡討論不可思議 就是要了解阿彌陀佛 莊嚴身口一三夜的目的何在 要了解目的是在 首先要反觀我們自己這些涅力凡夫 在無量節輪轉三界不休止的原因 就在於我們無量節以來造出無量的罪焰 那這些罪焰是怎麼造出來的呢 它能造的主體就是牲口意 那牲口意的動力是貪陣痴 無明 由無明貪陣痴 鼓動身口一三夜 造作無量無邊的罪焰 導致無量無邊的輪轉 是這麼一個關係 好 那麼阿彌陀佛在因地 對這個了解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就要莊嚴身口一三夜 來對峙眾生虛妄的身口一三夜 來進行轉化 首先從深夜來看 如何對峙眾生的深夜 首先我們一個根本的煩惱 就是我執深見 眾生以深見戶 這是我們的見惑 這個見惑裡面的第一個最重的煩惱 聚生我執 執著身體是真實的 有這個深見 就是我見就由我所有的概念 一切為深見我執服務 能夠造作很多的惡意 古往今來很多的造念 都是離不開深見我執 這是他的最要命的 深潛在我們生命的最邪惡的一個之間 由深見我執造作惡意 所以他就受種種的生鬧 三途生 就是出生惡鬼地獄 到三個道裡面 接受那個身體 悲賤生 你從三途惡道裡面受夠了這種苦報 再轉到人道 你的出生也是悲賤的 或者你的長相非常醜陋 或者就是疤難 聞不到佛法 這個無量流轉的身體 這些本身我們都具有 法報化三生的功德 就是由於深見我執造作惡意 導致的今生我們這麼醜陋的悲賤的身體 所以阿彌陀佛憐我等 所以用他的向好光明來幫助我們 所以這樣的輪轉的眾生 如果見到阿彌陀佛向好光明 爐上種種生液的細腹都能得到解脫 那麼就能夠爐來加 爐來加就是往生極度世界 到了極度世界必定能得到平等的生液 平等的生液 就是平等的十項俗生起的那個生液 那就不是我們的涅報生乃是如來生了 如來生是無量功德所成就的 到了西方極度世界 是阿彌陀佛把他無量功德所成就的如來生 全盤的無條件的恩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一到西方極度世界 所以就得到了這個平等的生液 好 第二個是從口液來看 眾生以交慢故 交慢就是我們餘生劇的這種也是根本煩惱之一 貪嗔吃慢 慢 交慢 交慢總是執著自己 有財富喔 長相好喔 很聰明喔 行業很好喔 這種慢的表現形式 那有很多喔 有七種慢的表現形式 就是一個很糟糕的人 一個乞丐他都有賣 這個乞丐都敢說 我還敢討飯 你還不敢討飯呢 他都有賣 這個阿Q到了臨終的時候 還有這個圓圈畫得很圓 你看我的圓圈畫得很圓 你還畫不了這麼圓了 二十年以後我還是一條漢子 所以以這個交難故 他就誹謗政法 把古往進來的聖賢聖人不看的眼裡 對自己的尊長 自己的上級 老師 父親 有德性的人都不看著眼裡 所以這樣的人他一定要到地獄裡面受到拔舌苦 地獄裡面有一個拔舌地獄 把你的石頭拔得很長 能夠用泥去跟 或者一節一節砍斷 那麼地獄拔舌苦受完了 你來到人間陰雅苦 雅巴 或者你的口語造得很重 你講什麼話 大家都不愛聽 你說什麼 大家都不相信 然後在這個世界裡面有好的名聲 這都是由於我們多生多劫的口業造得很重 其實我們有時候想想 深口一山葉裡面實際上口業造的葉 更仿不勝仿 你看每天我們三乘不難之時 你記錄一下 有幾句是好話善話 都是東家常西家團 說別人的故事自己很了不起 或者言不及意 都是無聊的話 那麼現在阿彌陀佛幫忙 所以遭受這樣口業果報的眾生 聞到阿彌陀佛這種自得的名號 說法的清淨的泛音 那麼爐上種種口業的細腹都能得解脫 往生到極樂世界 畢竟得到這種平等的口業 那極樂世界的平等口業就了不得了 我們具足像佛那樣的八種美妙的泛音 我們得到四種無礙的辯才 我們講經說法跟一切種子相應 我們那個講的聲音如三百口鐘一樣的 那樣的深層那樣的這種洪亮 你看這個無量壽經講 現在我們的聲音發的都很麻煩 這個小小的空間還有擴音器 那西方極樂世界不需要擴音器 它的聲音像三百口鐘同時敲響一樣的洪亮 而且得陰聲三昧 那這個陰聲可以遍佈十方無量無邊的差度 一陰裡面具足無量的陰聲的法義 那麼只要往生這些平等的口業功德都能獲得 第三 從它的意野解脫來看 眾生以邪之邪見故 心聲分別 我們的邪見 或者是邊見 見取見 博物因果 這些都是很大的邪見 我們每一天心都是分別 是有啊 還是無啊 是非 豪愁 善惡 彼此 高下 等等種種分別 這就是我們第六師 第六師分別師 現在社會覺得分別師厲害的人 那都是了不起的人了 他能夠策劃 能夠做學問 能夠高攤科論 能夠搞很多名堂 但這種在世間法可能這種善於分別人 還覺得了不起 到了修道呢 恰好笑嗎 修道就是要減少分別啊 你看你只要去念念佛 你就發現一個什麼事情 這些知識分子一念佛念不下去 他一念就昏沉 昏沉比一般人厲害 最後你去分析一下為什麼他那麼昏沉 就是他分別性太重 他修行就是很大的障礙 甚至他分別的很重 而且很執著 而且自以為是 那這個數字障 就更麻煩 更難斑掉 所以就由這個分別故 邪之邪見 由這個邪見所建立的錯誤的價值觀 導致的錯誤的行為 行為方式 生活方式 那就造作足多的惡言 就長輪三游啊 所以眾生這種異業的這種孽障 阿彌陀佛也得悲悯他們 就用異業莊嚴來加持他們 如果這些眾生遇到阿彌陀佛平等光照 就是阿彌陀佛光明普照 平等普照一切 如果聞到阿彌陀佛這個平等異業 平等異業就前面講的 如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 這樣像大地一樣的沒有分別 那麼厚窄一切 那麼如虛空一樣的大持平等 這個異業障的眾生就能得到解脫 就能升到極樂世界 能夠畢竟得到平等異業 就是你到西方極樂世界 就能得到像阿彌陀佛那樣的心業了 阿彌陀佛心業首先表達 一去他是心量就大了 他對於眾生同體以及一正的同體不二 他就限量了解了 然後他也能升起像阿彌陀佛那樣的 平等的大慈悲心 下面施設的三個問題 實際上是討論的還是 只要見到阿彌陀佛身口一三夜 就能得到超越性的這種法善的利益 而有人第一個問題就是 說心是覺知相 所以我們當下這間心是感知外面的一個能知的主體 能知主體我們心要感知外面肯定有感知外面的覺知之相 認識主體和認識科體 它是靈妙的 那為什麼說它跟大地一樣 跟水跟風跟火一樣沒有分別呢 好 這裡涉及到中觀的一個道理 心雖能有覺知之相 但這覺知之相是站在我們能屬主科體的這樣的對待當中 我們知道心有覺知之相 這是二法 二分法所導致的 是二法就是世間法 世間法絕對有覺知之相 但如果我們切入到不二 佛法是不二 不二就是路到實相 路到實相 就沒有能知所知了 就可以成為無知了 心不知心了 見憂離見老 若實相就無知 這裡就比喻成 這個比喻很形象 就好像蛇的這種蛇性 它一定是彎曲的 它放在那肯定盤在一起 你讓這個蛇要直的走 躺在那裡要直 那很難 你勉強把它搞直了 它又捲起來了 所以你給它一個方便 你提供一個豬筒 豬筒是直的 然後讓這條蛇 鑽到這個豬筒裡面 只要鑽到豬筒裡面 這個蛇身就直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現象界二分法當中 一定是有能知所知 我們不能達到無知的狀態 但是鑽到這個十項 比喻就鑽到了這樣的一個豬筒裡面 我們蛇身就直了 抑制我們能知所知的這種二分法 對待給它超越過去了 超越過去就是無知 好 又進一步 對這個道理再有一個比喻 就好像我們人的身體有覺知 有覺知 你只要用針來刺一下 那就有疼痛感 或者蜂蜜 一個射一下 我們也會有覺知疼痛的感覺 但是身體接觸一些東西 不一定都有疼痛的感覺 這裡談到兩種 一種是落實質 實質就是一種軟體動物 大概就是我們在水裡的馬黃 馬黃它你貼到你的退肚子 來吸你的血的時候 你是沒有覺知的 最後就發現它吸得很飽的時候 它自己滾下去了 這時候它已經把你的血吸得滿滿的 你中間沒有疼痛的感覺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是肝刀 這個肝刀可能是古代的一種 醫學的一種用具了 在《奇邪記》裡面就有一個記載 說有一個官員叫范光露 他得病了 腹部和腳都腫了 病得很厲害 飲食都不行了 都不能飲食 有一天早上忽然看到一個人 就從門外就直接到了他的書栽裡面 就在范光露旁邊坐下來 范光露就說 我並不認識你啊 你是從哪來的 也沒有跟我們通告一聲 這個人就說 他說是佛派我來治你的病的 然後就把他的衣服截開 然後就用這個肝刀 刺在他的那個這個腫 濃腫的那個腿上 這個很快就覺得這個針啊 一百多次的這個針下去 但是這個雖然看著針下 到那個腫起的地方 但一點都不感覺到疼痛 這樣的針 針了之後 裡面就留了很多黃農的那種農職 大概有兩三生這麼多 到了第二天早上 病就全好了 而且那個針的地方 連一點針孔都沒有 就是這個肝刀 所以用這個就馬黃肝刀 來擱置身體 你就沒有覺知 沒有疼痛的感覺 這樣來看的話 你這個身體 有覺知和沒有覺知 就在於因緣 在於這個緣是什麼 既然如果這疼痛的覺知 在於因緣的話 那就說明你的這個知啊 覺知知相它可以是非知 非知非無知也 你不能確定心就是覺知相 他要看它的因緣 因緣有時候就是非知 你不是一個覺知相 是表達這個 那進一步問 心就是能覺的心錄了實相 可以讓它無知 但既然無知 怎麼能有一切總知呢 這裡都是我們那些 一般人的執著 他都是認為有個科體性的東西 實際上一些總知 也不是說有一個科體性的東西 所以回答是 你凡是我們能覺的心有知 有能知和數知的話 它實際上就有認知上的盲點 就有數不知 就好像眼睛不能看自己眼睛一樣 凡心有知 則有數不知 聖心無知 就是它路到空性實相裡面 它無分別 這叫無知 無知才無數不知 所以聖宗寫 般若無知認了 實相般若不離一城遠離對待 它是無知啊 但是隨著因緣就像太陽普照一樣的 它有無所不知 無知而知 知即無知也 無知是它的那種實相的體性 無知而知是它實相顯現的一種造用 你無知而知就是從體起用 知即無知深用歸體 體用一如的 這就好像禁止和黃金它的比喻 這個禁止和金 金體本身就比喻成無知 但這個禁止 你這個象一來 胡來胡現 線來向現 你這個它的顯像 或者這個黃金能夠製成種種的器具 裝飾品 這就表明無數不知 也就是有點一心二門的 這樣的意思 心真落門無知 心生命人無所不知 要在佛的這種因緣法當中 展示這樣的體相用 好 下面有討論 問 既然說無知故無所不知 若無所不知則 豈不是知種種法也 就是問 你既然說無知 由於你無知故 能得到無所不知 但如果你能夠無所不知的話 那就等於你能夠知種種法了 種種法就是心法 色法 凡夫法 聖人法 有違法 無法 他都能夠了知 既然你知道種種的法 為什麼你又說無所分別呢 所以這些問題也是談論大事很慈悲 就是我們以一種生滅心去理解 不生滅的那種般若的智慧 他就在這兒繳來繳去 但雖然繳來繳去 我還是要善巧方便 儘量去解開他這些認知上的盲點 這裡回答就是 我們所知的一些法 要知道這些法 它竟然是緣起的 緣起的就是自性本空的 所以他這些像 表現的這些像 都是盧幻 盧化 盧隱 盧拋 是沒有真實像的 也沒有真實實體的 在佛教的這個般若的智慧當中 將一切法盧幻 一切法盧化 這是這個命題是一幹子插到底的 不是說某些法盧幻 盧化 是一切法 不僅是凡夫法 聖賢法也是盧幻 盧化 神文法 元節法 菩薩法 佛法 葉盤法 都是盧幻 盧化 沒有實體 那在真理層面說盧幻 盧幻 但是在俗地層面 也不壞它的名字像 既然它這些像 馬是幻化出來的 幻化出來的像馬 它也有像的很長的鼻子 這個馬那個形狀 馬和像 它也有它的形體上的差異 所以這個真理和俗地要援隆 在有智慧人觀看 雖然有幻化的像馬的形狀 但是絕對不能說 有一個真實的像和馬的分別 在那種本有的層面 像和馬都是幻化出來的 幻化層面你可以分別 在它的真奴層面是不分別的 所以你談到這個無知和無數不知 無數不知又當下無知 這兩者的層面的一種表述 就是中道的道理 就好像我們在現象這樣 菩薩度眾生 度無量無邊的眾生 但你不要執著無量有一個真實的眾生 這些層度的眾生也是如幻如夢 夢中佛事 雖然度無量眾生但無一眾生可度 眾生自信本空 雖眾生自信本空又精盡努力度一切如夢的眾生 就這個道理 下面就談到上手工的成就 就是如虛弥山亡聖廟無過則 莊嚴主工的成就 天人丈夫眾 恭敬繞真陽 前面都談了 最後談一下第八個不需作助詞功德 成就既言觀佛本願力欲無空過則 能令肅滿足功德大寶海 這裡談不需作功德成就 就是來自於阿彌陀佛陰地上中的本願力 是依法藏菩薩四十八大願成就 今日這個菩薩自治而成阿彌陀如來 他的大自在的神力 這個願和力啊 這個由於四十八大願成就了 因地的發願 經過無量的極工累的修行 他圓滿的願 這個大願圓滿的就產生了一種力 願力 如果談這個力 盧乃一般表示十種力 所以這個願力裡面 絕對是含舍著盧乃的果地上十種力 那這個願為因 力為果了 那這個力成就之後 就要把因地的大願給他兌現 這叫仇願 所以這個果地上的力和因地上的願 因果相符 沒有一點差錯就叫成就 好 那這個成就這裡就談到成就什麼呢 那就是很不可思議了 就是往生之後見到阿彌陀佛 沒有正到盡心的菩薩 畢竟得正平等法身 與盡心菩薩和上帝菩薩 畢竟同得極力平等 好 那我們看這個平等法身是什麼 平等法身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薩 他所顯現的法性的身身 極力平等之法 能夠得到這個極力平等之法 就叫平等法身 所以這個平等法身是菩薩大師所得的 好 那這個在通圖教法當中 這是很難獲得的一種正位了 但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得到這樣的三昧 就是平等法身極力平等的這樣的一個三昧 他是報得的 就是菩薩得到這樣的一個極力平等法 所得到有兩種 一種是通過自己修行見見獲得 一種是他一到 比如說往生到極樂世界 你一往生就自然得到 自然得到就是報神 就是像神通一樣的 神通如果你自己修來的神通 這是修得 如果你不然生到天上 你天人就自然有天眼通 這叫報德 正因為有這個報神三昧 極樂世界的菩薩 他就顯現他的威神的力量了 能夠不動本處 因念同時變之十方世界 供養所有的佛陀 在無三寶處住持三寶 視現種種的身份 做種種善巧的教化 度脫一切眾生 常做佛事 在前面談菩薩的功德都談到了 其實這些菩薩功德都是源自於 阿彌陀佛的力量的加持 那為正進行菩薩者就是 初地到七地已還的菩薩 都叫為正進行 這個進行和不進行 它有一個判別的標準 就是你有著意 著意路到三寶 它才能夠分身 這個著意就不清淨了 有它的著意的心就為得進行 好 那麼清淨心的就是無功用道 不作意 不作意自然能夠法爾自然的 無作妙用的 視現到無量的世界 做無量的分身佛事 所以就是由於你為正進行菩薩 一到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 畢竟就能正到這個平等法身 極滅平等這樣的聖廟的功德 就能夠令那些大菩薩 也心往生至 也願意往生 這就是說像龍術菩薩 天清菩薩 乃至於普行文術菩薩 都願意往生的重要原因 好 這裡又施捨了幾個問答 談到這個 有人問從《華言十地經》就來看 這個菩薩他修行的階位 十足十行十回向十地 他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 要經過很長時間 極功累得才能得到的 那為什麼見到阿彌陀佛 畢竟跟上帝菩薩 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薩 他所贈得的法性身身 和他的極滅平等法 都能夠一樣呢 這就不可思議了 因為那要經過多少劫才能夠得到的 你從初性位到十性位 都要經過一萬大劫 那十性位在那個三行十地 還沒有這個還沒有進入這樣的一個水平呢 好 這裡要辨識一個說逼近 這裡還是談 不是說一去就能夠得到八地以上的 是逼近 逼近就是你一定能夠獲得這樣的位置 不是說當下就是 好 那第二個請就問 既然不是當下就跟八地以上的菩薩相等 那還要去說嗎 那因為從通圖教理來看 一個菩薩只要登到初地 漸漸地修行 自然地就能夠成為等覺菩薩 就能夠跟佛相等 還要這裡說跟上帝菩薩相等嗎 這裡回答有一個重要的辨識 這裡畢竟與上帝菩薩平等 這反應表達往生西方極度世界有個聖廟佛地的價值 在通圖佛法當中 菩薩到了七地的時候 他得到了空性 上無佛道可證 下無眾生可渡 得到這個大極滅 這時候他就有一種取證之心 一取證的話 那就麻煩了 他也就不能進入到八地 也就成佛也沒有希望 所以在《華言經》他就說 在七地菩薩有這麼一個險難 他容易取證 所以這時候十方諸佛要神力加持 伸出很長的手臂來加持他 來告訴他 你不要忘記你的陰地的菩薩大願 由這樣的勸勉 這個七地菩薩進一步地 就譯持他陰地的菩薩大願 還要去度眾生 雖然是奴夢奴幻 他也要度奴夢的眾生 好 度奴夢眾生 他就比如說你在水火 在苦海當中去度眾生 他知道自己這個眾生是夢中 夢中的眾生 但是他在夢中他也去做佛事 看到眾生很苦 他在夢中去救他 由於救的心很猛力 一下子他自己的夢也醒了 由於救夢中的眾生 他連他自己的夢醒了 馬上進入八地 一到八地就是從他的著意到了 不著意 無功用到了 那八地就什麼都無量了 所以你看這個顯然 如果這個七地菩薩取證滅度 那就跟二乘的聖人沒有差異了 但如果一個菩薩往生到西方极樂世界之後 他見阿彌陀佛就沒有這個取證之難了 所以就說他畢竟能夠證得與上帝菩薩平等的法身 然後再下面討論 往生到西方极樂世界 他的聖廟還體現他一種圓頓性的超越 這裡引用的是第二十二願 二十二願是阿彌陀佛發願 如果我成佛的時候 他方佛陀的諸菩薩眾 往生到我的岔土 畢竟能夠到達一身補助 就無論是你三先十勝 乃至於內凡外凡的出發心的菩薩 只要來到我的岔土 都能得到一身補助 等救菩薩 這個過程除非你因地發願 想到他方世界去 那也可以到他方世界去救眾生 得阿彌陀佛的不朽要的加持 你披上紅色的盔甲 去度脫一些眾生 以遊戲的心態 到他方世界的岔土 去修菩薩的六度萬恨 去供養十方無量無邊的祖父路來 去開示教化橫河殺無量的眾生 使這些眾生都立在無上陣爭之道 就是大聖的佛道 好 那你做這個事情 這就是超出長輪足的之心 長輪就是通圖佛法 他修行有一個位置 正常的位置 實信實助 實行實回 向實地等覺 妙覺 他有這樣的一個結位 但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往生者 得二十二願的加持 能夠超越這樣的位置 那現前就能修習圓滿普行十大願望 如果這一願不能成就 我就不成果 好 通過這樣的一個經文 我們就能了解 實奉他方世界 談菩薩道的修行 是有這樣的三賢十地的結位 在施捨 不能列等的 但是這樣的三賢十位的接地的施捨 是釋迦牟尼佛在我們這個言佛題 這一次事先八項成道的教法 不能把這個教法通讀的教理 也搬到極樂世界去 認為極樂世界修行 也一定要經過三賢十地這樣過程 在所有不可思議當中 佛法最不可思議 阿彌陀佛的淨土圓等之法 在一切佛的教法當中 尤其不可思議 所以說菩薩一定要從一初地到二地到三地 沒有從初地到十地的超越之理 這是在極樂世界就不是這樣講了 極樂世界在三種部隊當中 尤其在念部隊當中 頓然可以超越四十一個階梯 不要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頓然上去 就好像你這棟樓 有四十一層的這樣的樓層 那你通途這樣你的爬吧 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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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個無名 但你不能說只能這個樣子 他可能另外這個大樓裡面 他有一個電梯 他坐上電梯 嘩那下就上去了 那你不能說我走四十一層 非得要一個小時 你怎麼三分鐘就到了 你不能用你這個一個小時 否定他三分鐘到了 是這個道理 這裡進一步就比喻成 又有個比喻 比如說有一棵樹 這個樹叫好尖樹 這個樹呢 它首先就在地底下生長 它在地底下已經長了一百年了 樹根 樹枝 花葉 果實都已經長好了 不然有一天有一個機緣 它一下從地底下就長起來了 這長起來它一天就長了一百兆 如果它每天長一百兆 如果它長一百年的話 那你看看它有多高 這個好尖樹 它長出來之後 它還要觀察這個地球 有不有比我樹更高的 有比我更高的 我還得要依靠它 這個樹神就告訴這個樹 事實上沒有比你更高的樹了 一切樹都以你作為必因了 那這樣的就很奇妙 那我們看到的一般的樹 比如說松樹 每天可能長一寸一寸一寸長 那你不要知道 我的松樹是一天長起來不到一寸 怎麼可能聽到好尖樹 一下子一天長一百兆 他可能就會懷疑 就會不相信 雖然不相信 這種奇妙的事實還是存在 就好像在佛法裡面 有圓頓根基的人 遇到釋迦摩尼佛講法 他可能在一次講法當中 就破見識貨了 就證到阿羅漢國了 或者聽大乘的佛法 他在一天當中 就不僅見識貨斷氣 成殺貨都斷掉了 能夠證無聲法忍 那你一般的建教的頓根的根 你一聽這個他不相信 正阿羅漢開玩笑 怎麼一個法會就正阿羅漢 或者得無聲法忍 一天就得無聲法忍 所以這裡面 這裡就談不可思議 一般的人聽到這些圓頓的修正的事情 他一定是不相信的 就好像一般的相信通託教理的人 很難相信淨土圓頓之法一樣 所以譚南大師非常感慨地說 非常之年不入常人之耳 非常就是不可思議 不是常識的這樣的法語 就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法言 是不能錄到一般人的耳道裡面的 不錄 要麼他聽不到 因為我們聽到了他也不相信 他很拒絕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前面談八句 是先阿彌陀儒來自立立他的 莊嚴功的成就因之 這裡面也有一個赤地勾索的關聯了 總之我們來概述這個關心體向 一報的十七種 正報的十二種 他這裡都是討論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討論淨土中有一個認知的角度 你怎麼去理解不可思議 不可思 不可用我們一般的語言去討論 這叫語言言言語道斷 不可用我們凡夫的邏輯思為心意識去思索 心形錯滅 不可思 不可意 這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境界 不是我們凡夫在生命心現象界 對待法所認知的境界 他難以相信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的珍貴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世界牟尼佛宣說淨土法門的時候 十方橫河沙諸佛都會身處廣常色象 讚嘆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功德 其中他讚嘆的就是不可思議 還是為了不可思議 所以十方諸佛讚嘆阿彌陀佛安樂叉土 所有佛法不可思議 五成說法 五成加持 一花一水 一毛一成一光 都在令我們開發智慧 破除無名 廣作佛聖 所以極樂世界的佛法不可思議 阿彌陀佛神通妙用 以及度化眾生的種種善解方便 不可思議 那麼他方世界能信這雙事情的這個人 也是不可思議 那能信能夠依教奉行他所得到的果報 也是不可思議 你看通體就是談不可思議 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最後 釋迦牟尼佛講完之後 非常感慨 得人生難 文佛法難 文大乘佛法 尤其更難 欲能說法人也很難 那最後談 諾文壽經 如果聞到這個無量壽經 民俗宣言的念佛往生壽法 能夠產生信心 好要 依教奉行 這是難中之難 無過此難 世界這個世界當中 難是裡面最難的 沒有比這個世界更難 為什麼叫難行之法 因為剛才所討論的 大不可思議的境界 我們很難理解 無過此難 但是釋迦牟尼佛能夠在這世間 做甚深難掩之事 唯一一切眾生宣說 一切世間集男性之法 這是他的悲怨 所以釋迦牟尼佛說 事故我法 如是捉 就是我這個發現的 淨頭往生之法 如是說 如是教 很難有邏輯上的論證 通體都是不可思議 唯信能路 你有信心 就切入到彌陀約寒 沒有信心 永遠在門外徘徊 那就得不到往生成佛之大欲 所以佛就勸明我們 應當信順 你應當要相信 要隨順我的教法 要奴法修行 那這樣的勸明 是貫穿在淨頭經典的始終 真是苦口婆心 尋尋善用 再三勸明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層面 對這個不可思議的法 升起不可思議的信願 支持這個不可思議的名號 最終獲得不可思議 往生成佛之大力 好 那麼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讓我們來講一句話 好吃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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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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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